嗨,大家好,我是Eper,今天是一个关于优衣库联名款IDF系列的一个分享 包裹我也是刚收到,所以我今天会做一个非常随意的开箱试穿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搭配的灵感 另外呢,就是我知道很多款式现在大家也已经是买不到了 也就是说断货了,所以会给大家推荐几件能买得到的常规款的这一种非常类似的单品 都是很好穿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先从薄的开始说起,这是一件衬衣 它的衬衣款我就只选了这一件 那我喜欢它呢,就是它胸口的这个飘带 我觉得就是这一种非常基础款的单品 你加上这样一个小细节呢,就使得整体的这个质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好,那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呢 第一,它比我想象的要更软塌塌一些 它不是一个很挺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是很贴在你身上 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领口开的有点高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结打起来呢,就是会把这整个挡住 那露出来皮肤呢,就会比较少 整体看上去就会更安全一些 再来呢,就是它这个飘带太长了 如果说你只是搭在胸前的话,就非常的长 你打一个结呢,还是长 就算你把它打成一个蝴蝶结系在胸前呢 它这个面料非常多,所以它很重 那个蝴蝶结的那种很漂亮,很美好的形状 就不是那么容易维持 所以说这件衬衣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这是那一件衬衣裙 我选的是S号,选了一个黑色 哇,这件衣服比我想象的面料要厚实很多 我当时还想买那个白颜色的 但是后来我,第一我担心它面料比较薄会比较透 第二呢,就是白色的 它胸前的这一块,类似于一个补丁的那种 图案吧,就非常明显 所以我就没有入手,就入手了这一件黑色的 那这一件的这个百分之百纯棉的材质是真的非常好的 也很厚实 这条裙子还是非常推荐的 就只有一点,它的袖子是很长的 大家可以看 刚才试的那件衬衣的袖子也是很长的 不过刚才那件衬衣有一点忘了讲了 它的面料呢,是百分之百人造棉的 那这个面料的特点呢,就是穿在身上会非常的舒服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预热会皱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热水洗或者是用烘干器烘的话呢 它就会缩水 而且这种面料呢,也是非常容易皱的 今天我还买了它的这条裙子 除了这一件是百分之百纯棉的以外呢 其余的全都是百分之百人造棉的 就是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条裙子呢,其实我觉得它比白色的那条裙子 第一更显瘦,第二一点呢 就是它更能搭出一种很酷的一个感觉 跟它搭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配饰呢 就是腰带 那这个腰带呢,就不用多说了 是百分之百推荐的一个单品 它就是这种真皮的复补风格的腰带 也是每年呢,它这个系列最早办货的一个单品 那我们呢,就这样把它系在腰上 那这条腰带它最出彩的地方呢 就是它打的这个孔啊 都有做这个延长线 就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颜色我选的是介于黑色和非常浅的那个棕色之间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它既可以起到黑色腰带的作用 也可以起到浅棕色腰带的那个效果 你只要一条呢,就能代替那两条 这条裙子它的穿法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单穿 那你身材允许的话,可以系上一个腰带来收一下腰线 如果说肚子上有肉肉的话呢 不系腰带也是完全OK的 穿上一双非常有个性的靴子搭配起来的话 也是会非常有自己的腔调的 还有呢就是叠穿 把它搭在blazer的里边 或者是大衣的里边都是很好看的 而且我注意到它的领子是这种小粒领的嘛 所以我们里边就可以搭配一个这种带领子的衬衣给它翻出来穿 也是挺好看的 还是黑色,大家看我一直在穿黑色 会不会说看腻了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黑色既神秘 又有气质又有力量 而且呢也是今年秋冬特别流行 all black这种穿法 哇,这条裙子应在手里好重啊 它的这个人造棉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很厚实啊 好,这一条裙子我穿上了 它的袖长呢还算是OK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长 但是我发现了它的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方面 就是它穿在我身上的这个号码是OK的 是正常的 你看肩宽不能再小了 但是呢它的腰这里是非常肥的 这不算什么 它的问题呢在于它坐的这个腰线的位置非常往下 从前边看呢还OK 但是背后呢是整个往下垂下去的 就会把人写的腰特别的长 很压个子 所以说这条裙子呢也不推荐 还是一条裙子 是一个小波点 也是S码 跟这一个黑色一样是很重的 好,这条裙子我穿上了 那感觉跟刚才那条黑色的裙子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它在版型上来讲呢 是上半身是比较瘦比较贴身的 但是从腰往下呢就整个阔出来 那这一点呢就可以系上一个腰带来捏补一下 问题呢还是在于它做的这一个腰线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 就算你系上腰带呢也能看到这个腰带是在明显的它做的这一个腰线的上边 就看上去很奇怪 所以说这条裙子呢也不推荐 不知道大家有买到手的 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的这种体会 可以留言或者是弹幕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啊 刚才那个衬衣裙呢是非常推荐的 有一点忘了说啊 它的面料是很厚实的 所以说把它的扣子解开作为一个 啊 这种小缝衣来穿呢也是很合适的 它颜色是黑色的嘛 所以说也很百搭 然后是这一件 Blazer 哇 它拿人手里比我想象的要扎 它的这个面料呢是比较粗糙的 比我想象的要粗很多 我以为它是那种比较细滑的这种面料 它的羊毛成分是 它的羊毛成分是50% 大家看它们内衬背上是直到肩膀这一块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看一下上身的效果怎么样 这件衣服呢除了说它的手感不怎么好以外呢 还是不错的 穿在身上的这个效果 不过说实话啊 它的这个面料真的不怎么样 包括它内衬这个摸上去都是不是那么好质感的一个材质 穿在身上还是挺暖和的 毕竟它有50%羊毛的含量 另外呢就是我看U系列今年呢是没有出这一种Blazer的 只有出比较大款的这个Coat 所以说这一款还是推荐的 我虽然说是买大了一码啊 但是肩膀上穿是正正好 如果我买S号的话就会小 这一点呢给大家参考一下 还有一点呢就是想告诉大家 美国的XS对应的是中国的S 我8月份回国了一趟 还不忘去逛了逛中国的优衣库就发现了这一点 然后是这一件条绒的这个小西装 这个的面料呢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偏硬的那种条绒 它这一件呢穿在身上感觉非常的一般 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哇这一毛也比我想象的要厚哎 而且它支的也比我想象的要厚实 大家看啊这个毛衣穿在我身上是S号的肩膀 这这么宽 看它肩线是在这里 其实我本人的肩膀是很宽的了啊 然后呢它在腰上是非常长的这一种 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它这一块腰腹这一块做的非常的宽松 而且它毛衣的厚度是很厚的 那就会把人显得非常的胖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它不太扎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已经感觉到它这个毛衣上的那个毛 穿过了这个衬衣裙 现在在扎我的皮肤 所以说这小裙子 你说呢 那毛衣类呢我也是只选择了这一件 因为我觉得奶奶风的呢我穿上以后又真的是奶奶了 再来呢学院风我觉得它的那个图案要不呢就是太密集了 我都看着有点不太舒服 要么呢只有前面一颗的那个呢我又觉得有点太突兀 所以说呢当时就只下单了这一件 然后是这一件 哇这个毛衣给我想象的要厚耶 而且呢也比较的重 面料是有点像 姚立荣 它里面有羊毛是10%的一个含量 穿在身上的感觉呢就是毛毛绒绒的挺可爱 有点就是寒气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它是S码 但是穿在我身上我觉得挺肥的 它是属于比较宽比较肥的那种版式啊 提醒大家一下 同款我还买了一件这种颜色的褐色 也是S号 好这是棕色的这一件 它跟刚才那个白色的是一个码数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码要小一点 就穿在身上的更显瘦 它毕竟是这种颜色嘛 刚才那个白的穿在身上 真的我觉得很宽 挺显胖的 那这一件呢还是挺不错的 这两件在网上 现在应该都买不到了吧 所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件 优衣库常规款的一个开衫 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一件 跟这两件比较起来 就是这一件 而这一件的特点呢就是 它跟刚才那一件比较起来呢 它的袖子会更宽松一点 但是身上呢它是比较贴身 比较修饰身材的 就会很显瘦 而且呢它的这种面料啊质感啊 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显好的 比刚才那一件呢要显得贵很多 再有呢从风格上来讲 我觉得这一件它的搭配度更高 因为它的风格呢 可以很休闲 也可以很商务 刚才那两件呢就是穿在身上 包括它材质 包括它款式 给人的感觉呢都是一种很休闲 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断货了就断货了啦 更推荐这一件 还有一件就是这一件也是很喜欢的 它是羊毛成分挺高的 所以说穿在身上呢有一点点的渣 这一件其实在去年呢就有出这个款式 我也给大家推荐过 那这一件我觉得它就是很显气质 而且搭配风格也是可以休闲 可以正式 你可以搭配裙子 也可以搭配裤子 都是可以的 那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扎 刚才介绍的那三件呢 就都是完全不扎的这种一种感觉 哇 这一件拿在手里好重啊 它的做工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而言呢是很喜欢的 哦 它是一个棉服 它背后这一块是有加那种棉的衬 哦 然后呢还是用扭扣系在这里的 是可以拆卸的 那它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了嘛 把它拆掉呢就可以现在穿 把它系上呢就可以冬天穿给大家看一看 哇 这一件超出了我的预期啊 从材质和做工上来讲 大家看它里面是有加这种衬的 然后这个衬可以拆掉 那按照它加了衬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它的重量还是不算重的啊 好 试一下 我这件是XS穿在身上呢 正好 这一件呢 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军工装的这样一个风格 但是呢 大家看它下摆呢 是阔出来的这一种 而且背后是有开叉的 那这种设计呢 就增加了一种女性的这种柔美感在里边 而且呢 它不像一般的军工装那么的修衔 它还是比较板净的 就是我们日常穿呢 也不会觉得说是很突兀 2019秋冬呢 这种军工装的风潮呢 还是非常的旺 所以说这一件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尚单品了 不过 你比较娇小的话呢 可能这一件也不太适合 因为它下摆比较阔嘛 然后它又比较长 推荐给个比较高的女生 然后是这一件 哇 这大衣 比这一件有内衬的还要重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比较厚实的面料 它这个手感还不错 它羊毛的成分是70% 那它的羊毛的品质要明显的 比刚才那一件Blazer也好 因为它70%的羊毛 却没有那种很扎手的感觉 那这一件呢 是S码 我穿的身上也是非常合适 袖子有一点点长 可以卷起来 这一件穿在身上的效果呢 就是比较修身的 尤其是当你把扣子系起来的时候 它是软H型的大衣 所以说呢 就不压个子 我当时喜欢它呢 就是很喜欢它这种 很英伦 很中性 很商务 穿上之后呢 就让人感觉你非常的有精神 然后也很精干的那种感觉 这个灰色呢 我也是很喜欢 是今年秋冬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 也是属于经典色系当中的一个 也非常的好搭配衣服 这件还是很推荐的 哇 太热了 我还是先脱下来 它们这一次 它们家的这个裤子呢 我一条都没买 主要呢 就是我看它的裤长是比较长的 那我呢 又不喜欢把裤子卷起来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优衣裤常规款的裤子 我最近入手了几条 实在是太好穿了 像是这两条九分的威拉喇叭裤 就非常的好穿 在之前视频 其实出现过了这条黑色的 非常的好穿 我还是 把这个腰带系上吧 这个裙子不系腰带 实在是太难看了 这两条裤子呢 它面料是很好的 就比较厚实 有一定的挺度 但同时呢 你穿在身上以后吧 它又有弹性 就是很舒服 上身的效果呢 也很好 很修饰腿型 包括它的这个腰臀呢 都包得很紧 而且它是这种威拉的设计 就是非常的修饰腿型 如果说你小腿很粗的话呢 这一条就非常非常的好 再有就是它是一个九分裤的设计 那就不挑身高 它还是这种开边的 那如果说你还觉得它长的话 就自己把剪刀拿起来 一剪就OK了 那这两条非常的推荐 然后是这一条高腰的阔腿裤 它腰上是这种弹力带的设计 就是说你不系腰带的话 也完全OK 就是体上就OK的 它前面也没有拉链 没有什么开口之类的设计 那这条裤子 我觉得它最难得的地方呢 就是你穿上身以后 它不会像别的阔腿裤一样 很压个子 它不会 它会把你的腿显得非常的长 对了 它也是一个高腰的裤子 再有呢 就是它的裤长设计的很好 就是不是过长的那种 像我这样的身高 你穿平底鞋 它是完全不会拖地的 那你再娇小一点呢 就穿上一个戴一点根的鞋就可以了 通行来穿很不错 面料也是很厚实的 稍微有一点点会粘毛 不过这一点是跟它的优点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了 这条也很推荐 还有一条牛仔裤 就是这条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条牛仔裤穿的身上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适合理性身材的姐妹来穿 它是胯部呢是比较松的 而且整条裤子的感觉要腔调是很复古的那种 也是今年秋冬非常流行的一个裤型 这条也很喜欢 其实还有几条非常好穿的裤子 但是在之前的视频里有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今天在这里呢就不多说了 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到信息栏里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从中午拍到了晚上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给我点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 拜拜